报应来了!澳洲外长踢到铁板了!胡言乱语的恶果! 这些年来,中国已经逐步成为了世界和平力量的中间,在国际社会取得了举足轻重的地位,得到了许多国家的拥戴。 然而,仍有一些别有用心的国家或国家高官对中国妄加指责,其中,澳大利亚外长比小浦就是一个典型。 但可喜的是,日前有消息称,澳大利亚国内的有识知识传来要求解雇毕小浦的呼声。 5月16日,环球网报道称,澳大利亚金融评论报刊登了澳大利亚前驻华大使瑞杰瑞的一篇文章,该文章以解雇外长比小浦、澳中关系才能解斗。 为标题,瑞杰瑞在文章里呼吁,为了与中国这一当今世界新秩序的重要塑造者保持互动,澳政府需要一名身安历史与地缘政治的外长。 而现任外长比小浦却让澳外交政策在实际行动中陷入迷失。 很明显,这是对毕小浦担任澳外长的不信任。 据悉,这位瑞杰瑞于2017年到2011年之间一直担任澳大利亚驻中国大使。 作为能在中国独党一面的外交官,同时也是中澳问题专家,他肯定有其独到的眼光,明白中国对于澳大利亚的重要性,知道中澳关系的下降对澳方的危害性。 就像瑞杰瑞所说的那样就澳大利亚地缘政治利益而言,澳中关系,结冰,的时机处在最糟糕的时刻。 实际情况也的确如此,从地缘政治而言,中澳之间相隔住广阔而富饶了南海,而中国近些年来因为积极推动南海海域的和平与发展,已经逐渐成为了南海各国的主心股。 显然,若澳大利亚不与中国解冻关系,只会成为一个被南海各国抛弃的孤家寡人,再加上中国本来就是澳大利亚第一大经济贸易伙伴,若中澳关系遇冷,只会给澳方的经济发展带来巨大损失。 中澳关系如此重要,而身为澳外长的毕晓浦却丝毫看不到这一点,常常没头没脑地批评中国的外交事务。 在几年前,毕晓浦就在南海仲裁案仪式上对中国指手画脚。 最近于5月初,在法国总统马克龙访澳期间,毕晓浦就宣称要与法国一起在印太地区建立一个新的战略轴心,以平衡中国在该地区的发展,而且还居心不良地表示要强拉印度一起保卫该地区不受霸权主义影响。 显然,这是在寒沙射影的暗喻中国是南太平洋的霸权主义国家,这无疑是中国威胁论的一个变种。 除了在口头上大肆宣扬中国威胁论之外,澳大利亚还以实际行动来表现出这一点。 4月19日,正值中国在南海的大阅兵期间,澳大利亚派遣三艘军舰要穿越南海,更令人气愤的是,澳外交部还不怀好意地旺称遭到了来自中国的挑战,显然这是在渲染所谓的中国危害南海航行自由,故意制造南海的紧张气氛。 而事实上,中澳双方的舰船只是礼貌性的接触,并没有影响到澳方军舰的航行自由。 澳大利亚一边享受驻中国发展为它带来的红利,却又一边将自己的最大贸易伙伴污蔑为地区安全的破坏者,这无疑是以毕晓普为首的澳外交部在睁眼说瞎话,只会为澳大利亚带来不利影响。 在如锐杰瑞这样自身的外交官的抨击下,毕晓普的外交部长宝座很可能坐不安稳了。